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樱桃琥珀剧照曝光。 赵金脉张灵鹤好般配,和男二同框很惊艳。 说到网友比较看好的在拍剧,那么赵金脉和张灵鹤主演的樱桃琥珀必须拥有姓名。 这部作品的路透造型虽然不如同时期其他作品一样精致华丽,但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 虽然已经在网上看过角色的路透美照,但是在剧方放出首播剧照的时候,还是狠狠惊艳了观众一把。 赵金脉和张灵鹤二搭的热度自然不必多说,难得的是。 现代装也算是两人的舒适区,每一套造型都让人眼前一亮。 高清剧照中赵金脉的实验的女主林奇乐穿着浅色衬衫,扎着可爱的丸子头。 一双眼睛更是如同小鹿般灵动。 完全就是氧气感十足的软糯少女。 校园角色算是赵金脉的舒适区,如今的林奇乐更是幻视了《小欢喜》系列中长大后的林妙妙。 因为樱桃琥珀算是一部现实题材的成长系列作品,讲述了小镇女孩林奇乐的成长故事。 所以赵金脉在剧中的造型更像是重新成长了一遍,从上学到考试再到军训一点都没有落下。 也由网友调侃,谁能想到赵金脉明明已经大学毕业,却还要在剧中体验开学军训呢? 不过赵金脉的颜值的确很有辨识度,哪怕素面朝天,也让人眼前一亮。 张灵鹤从《爱你》到樱桃琥珀,一连拍摄了两部现代作品。 首发剧照中的蒋教熙也是帅出了新高度。 穿着白色衬衫,阳光落在她的脸上,像极了从小说中走出来的学霸男主。 张灵鹤意外适合这种时代感很足的风格,被风吹起头发的时候简直酥炸了。 在双人剧照中的眼神又格外深情,仿佛女主林奇乐就是她的全世界。 这种执拗的感觉和深情的眼眸,莫名让人想起谢威的苦果亦是果,不得不说。 在隐忍深情强制爱的赛道上,张灵鹤简直就是断层领先的存在。 赵金脉的眼神也很动人,这应该是久别重逢的名场面吧。 樱桃琥珀这部作品的阵容还算豪华,长辈组的董捷,宝剑峰和董璇等都是时代顶流。 男二却是一个纯心人。 他在剧照中给人的感觉不算出彩,但是路透图中的制服造型却很有辨识度。 饰演男二的这位演员名叫武圣,他是很周正的长相,换上制服后有种硬朗感。 侧颜乍看之下很有杜江年轻时候的气质,是证据比较偏爱的长相。 他合照金脉的铜矿路透也很有氛围感,从身高差到体型差都有点东西。 如果这样的角色是深情男二,那还蛮有看点的。 毕竟这CP感直追官配了,已经有点期待正片中的精彩表现了。 樱桃琥珀中林其乐父母的扮演者分别是董捷和宝剑峰,董捷还是当年的模样。 古香美人总是被时光偏爱的存在,时间沉淀之下更显从容。 宝剑峰和颜值巅峰相比,简直判若两人,但这个造型倒是很符合那个年代大家对于父亲的印象。 还是很期待父母组的精彩呈现呢。 董璇在樱桃琥珀中的黑色西装和大波浪造型很有试验女主的气质。 这种有一点不好就显得吐气的造型穿在她身上意外惊艳,让人格外期待女神姐姐的表现。 樱桃琥珀聚照曝光。 赵金脉张玲和好般配,和男二同框很惊艳。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?